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表示命令请求建议劝告等等等等说话的语气 命令式的语法意义和英语中的七十句基本上完全一样 学了一个新的语式就要被相应的六个人称的辩位 在进入下节课学习命令式的辩位之前 关于命令式的语法意义有几点我们需要提前说明一下 第一 命令式的语法意义本身与英语的七十句刚才讲过基本一致 第二 但是英语中没有尊称形式 换句话说 英语中you和you没有差别 you可以表示你 you也可以表示您 在辩位中没有任何差别 在英语中并不适用于用第三人称来表示第二人称尊称 英语中没有这个 而在意大利语中是有尊称的 尊称是第三人称单数表示第二人称单数的尊称 第三人称负数来表示第二人称负数的尊称 换句话说 在意大利语中可以用lei他来表示您 在意大利语中可以用loro来表示你们 这个我们之前在讲人称的时候说到过 那么在命令式中对你说话和对您说话 动词变位是不一样的 比如你告诉我dimi 您告诉我midiga 不一样 对你说是一个变位 对您说的说是另外一个变位 一个di是你说的说 一个diga是您说的说 这是第二点需要注意 在英语中对你对您都是一个词 动词变位不体现任何差别 在意大利语中 do和lei对应的动词变位是不一样的 所以在意大利语中当你对你说话 对命令你 请求你的时候 是一个动词的变位 请求您 建议您 这个时候呢 是另外一个动词变位 和直程式中是一样的 这一点需要提醒大家注意一下 第三 我们在学习语式的时候 也就是学习model的时候 不要产生机械对应的死板印象 用命令式自然可以表示 命令祈求吩咐号召等内容 要达到同样的表达效果 我用直程式的语气可不可以呢 当然事实上也是可以的 学语法不要学得周火入魔了 举个例子 你去把窗户打开 这是什么 命令式的说话方式 目的是吩咐对方开窗 什么感觉 面对面说话 语气上毋庸置疑 下命令或者发起号召 这种感觉 那么要达到同样的效果 我们用直程式 当然也是可以的 你能把窗户打开吗 这个时候我们用直程式的语气来表达 让某人做某事 让对方做这件事情 开窗 从语气出发 是直接陈述的语气 但是从说话的目的 或者说你想达到的效果来看 我们说这两句话的效果 实际上是一样的 简而言之 学习语言啊 就像是在遛狗 语言本身是你要遛的狗 语法是什么 语法是遛狗的狗神 学习语法是为了更好的接近 理解这门语言 没有狗神 人和狗出门 一个人回家 狗没了 没有语法 说话 没有章法 语言点 学习的时候串不起来 你什么时候见到过 把狗放在家里 自己带个狗神出去遛的 没有 对吧 所以啊 学习语法本身 要进得去 要出得来 不要太失败 太僵化 我再举个例子 爷爷出差 很久没看到孙子小明 回家之后 把小明抱起来 问小明 今天叫爷爷了吗 现在请问 这句话 是什么语气 是直诚式的语气 这就是一句 一般疑问句 小明 今天叫爷爷了吗 这是一句 一般疑问句 什么语气 直诚式的语气 从语法出发 一般疑问句 回答什么 回答是 或者回答否 我再说一遍 从语法上出发 一般疑问句 回答是 或者回答否 但是这句话 什么意图 小明 今天叫爷爷了吗 这句话 什么意图 意图是 爷爷想让小明 叫自己 叫一声爷爷 那么如果小明 这孙子呢 只从语法上 理解这句话 他就会看着爷爷 回答 没有 然后就跑开了 剩下爷爷 一个人在那边发呆 小明的回答 从语法上出发 对不对 显然是对的 爷爷问了我一个问题 爷爷问我 小明今天叫爷爷了吗 我就想 今天叫没叫呢 今天没叫 那我就回答 今天没叫 自己据实回答 从语法上来说 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 从语言表达的意图出发 没有一个小明 会这么回答 说 没叫 或者回答 叫了 正常的小明 一定会回答 小明今天叫爷爷了吗 爷爷 这是正常的孙子 该回答的话 如果自己没有叫 就直接回答 爷爷 再比如说 上课的时候 有人提问 说 潘老师 你刚才讲的命令式的辩位 我还是不太懂 好 那么 如果我 仅从语法出发 我完全可以回答 好的 我知道了 请坐 然后我不管他 接着讲我接下来 本该讲的内容 剩下这个无辜的学生 在那边痴痴的等 我不是问了个问题吗 老师怎么不理我呢 为什么 因为严格的从语法出发 他说 老师 刚才你讲的命令式的辩位 我还是不太懂 这句话 从严格的语法出发 问你 什么语式 是不是直成式 严格的从语法出发 这只不过是一个事实的陈述 老师 什么什么什么 我还是没听懂 这只不过是一个什么 事实的陈述 他并没有使用命令式的语气 说 老师 刚才那部分语法 你再给我讲一遍吧 这个时候你用的是什么 命令式的语气 在说话 那么这两句话 一句话 老师 刚才那部分语法 我还是不懂 第二句话 老师 刚才那部分语法 你再给我讲一遍吧 这两句话 从实际出发 从事实出发 或者说 从表达的目的 想要的效果出发 其实是一样的 而严格的从语法出发 这两句话 或者说 同一种意图的 表达的语气 换句话说 说话的方式 是不同的 因此 关于命令式的语法意义 我们多啰嗦几句 到底什么叫做 命令吩咐的语气 我们的理解 最终要落实到 语气而至 换句话说 让某人做某事 是一句话的内容 而这一内容的表达 可以在 直层式的语式下表达 表达内容本身 而同一内容的表达 则是通过一种什么 面对面的 号召 请求 恳请建议的语气 这个时候是用命令式来说 在学习语法的时候 我们将这二者 进行较为清晰的划分 在语法的学习中 我们将这两个语气 进行比较明显的划分 在实际生活中 有时候分的不是那么的清楚 实际上 举个例子 您给我看看那件大衣 这是一个直接陈述的语气 什么内容 让某人做某事的内容 您给我看看那件大衣吧 面对面 命令吩咐请求的说话方式 什么内容 还是让某人做某事 好 那么在正式进入命令式的变位之前 我们多花一些时间介绍 什么叫语法学习 什么叫语言学习 请大家时刻牢记 语法是离不开的 但是我们学习的是语言本身 语法是学习语言的工具 是必不可少的工具 但是请你不要过于死板 过于僵化 总之一句话 命令式是一种建议 恳请命令 吩咐号召的语气来说话 内容上表示 让某人或者让大家做某件事情 而对于命令式语法意义的理解 我们要落实到Moto 也就是语式说话方式上 好 下节课我们就将进入命令式的变位的学习 你准备好了吗 以前学过的所有动词 又得背新的变位了 这节课我们就讲到这里 请大家做好心理准备 学习新的动词变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